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情在全世界各地正在蔓延中 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停学停课 台湾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 比如说这两天好像师大那边就有同学感染 那之前有中的这个学校 暂时的停课等等之类的 都在给我们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那我想教育部还有各地学校 目前也都不断地在统计盘点 可以做的这个线上学习的资源 那么万一有进一步的疫情的话 那这里 可是这样我听不到他的声音啊 没有没有 因为只要他关掉 有老师听不到声音吗 有啊有啊 可能老师听不到声音的话 第一个可能进来的老师 麻烦您把您的麦克风先关 我可能要先把关掉 关掉这个进来的老师的麦克风 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老师在线上 那如果彼此都有声音的话 可以干扰 这也是线上学习 没有办法 比如说我现在突然手机就进来了 这也是线上学习里面 常常会碰到的这个插曲 那这请大家多多包含 多多见谅 那我相信各位老师将来在应用上 会多多少少碰到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要靠大家的经验 跟临场的应变来处理 好 那么在介绍这个正式的课程之前 我先说明一下 因为报名的状况非常的踊跃 不能说秒杀了 好不过就是在大概短短几小时之内 我们的这个整个报名系统就已经课满了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老师在之后报名 大概都我们没办法接受 因为我们的服务能量也暂时是有限的 另外一个原来表定的这些要练习的部分 也因为今天人数比较多 我们可能只能做一些的demo演示或者经验的分享 那么在实际具体的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 希望有兴趣老师想做操作的话 那么可以在这个 等一下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 那您直接跟他做报名 希望大概我们用小组的方式吧 每五位到四位老师一个小组 那么有兴趣老师大家一起互相演练一下 分享一下怎么样来进行这个 电上学习的这个教学 那当然这一次我们以Zoom这个平台为主吧 那它的操作方法其实大家都大同小异 各有优缺点 那这个就是看各位老师最后决定是用哪一种方式 或者其实今天在线上的很多老师 都已经有很丰富的经验了 那么也希望待会呢 也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您的这个使用各式各样平台 进行线上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心得 或者是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大家都可以来一起沟通讨论 那所以今天的进行呢 小兴的时间 我们可能要到四五点钟 不过因为实际上 这个状态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课程进行浓缩 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在这里面包括了该报告的部分 我们会就说明 那这个要演练的部分 我们可能在分别的替大家安排 五到四位老师一起 那我们在大家方便的时间来进行 Zoom教学的这个演练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沟通 或者是大家什么经验需要分享 我们在最后再开放给大家 那各位老师 那么您到时候可以用文字也好 用声音也好 直接跟大家来做这个分享 那我今天先介绍一下 我目前组的环境 当然我现在是在远端 各位老师有在高雄的台中的 台北新店的新竹的都有 老师们来自全台湾各个地方 那我们大家其实都是用远端连线的方式在进行 那我是在自己家里面 把这个客厅稍微挪移了一下 变成现在各位看到的现场 那我首先介绍一下 我自己使用的设备 其实主要我就是用这台 比机型电脑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下面有一个固定的网线 那当然Wi-Fi的也可以 不过就是Wi-Fi的这种无线的东西 难免这个状况会比较多一点 有线相对比较好一点 这是最基础的设备 那我前面还有一台 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屏幕 那这个是我用的延伸桌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有一些准备的工作 是在我的notebook上面做 那我确定这个东西要展示给 给各位老师看的时候 我再把它拖到这个延伸的桌面 那我确定我这个准备和展示 是分开在两个萤幕上我看得到 当然我都从在一台 一定从电脑上面来做操作 那另外呢 刚才突然电话响起 这是我的这个另外一台手机 我放在这个 不管是我前方也好 我的下方也好 这个就是模拟各位老师的 这个使用的情境 因为虽然我有这个组的桌面 也有眼神 但是其实跟观众看到的 不见的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以往也发生好几次的 这个比较糗的事情了 就是我已经在讲PPT 比如说第五页第六页了 我就自顾自的一直往下走 那其实观众们还在看第一页 因为就是有些操作上的自己的不熟悉 那造成了这个观众看到的声音 看到的画面跟听到的声音不一致 我以为大家知道了 其实大家并没有跟上我的这个PPT 跟这个声音的这些情况 那这些都是在线上教学的时候 可能的一些状况 问题都不大 那也谈不上什么技术可言 就是一个熟悉的程度 就好像二十年前 这个学校开始装设这个桌上的 这个数位讲桌 然后有投影机 现在几乎每个学校每一间教室 都有投影机都有数位讲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数位学习 数位教学的平台 做得比较好的 尤其是在世界上 比较出名的这些平台 包括了Google的 包括了Microsoft的 包括了我们现在用的Zoom的 那其实大家都做得非常的 所谓user friendly 那它的使用方法 跟您现在在数位讲桌上 其实没有太大的 那这个只是一个熟不熟悉的问题 那以前大家可能觉得 现场教学还是比较好 可是现在碰到的状况 比较麻烦的时候 没有办法进行现场教学的时候 那么远端的这种教学方法 或者用这种数位学习的平台 其实它这个原来也不是 数位学习平台 它本来是为了会议用的这个平台 那么来现在当做这个教学用 其实还也蛮好的 那这些都是只是 所以更重要的 我们希望把一个教学活动 做得非常的好 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 学生都愿意在这样的方式上面 来分享知识来进行学习 最重要的是各位老师 自己的您的专业 您长期的研究的领域 您长期教学的领域 还有您实际在教学的这种互动 或者教学的经验 这才是最珍贵有价值的 那么这些平台就好像我们用Office 或者是我们用它的软体 或者我们用这个Line一样 并没有太大的这个所谓学问在里面 那个服务商或者制造商 已经把这个东西都已经优化得 非常的容易了 那我们只是说怎么样跟 自己的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包括了知识的专业 以及教学的专业 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连结跟从整 那可能这是我们初步要碰到课题 那当然我想也许很多老师 都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那稍后也请您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那今天在开始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疫情现在比较紧张 那希望各位老师 您都很在乎 也注重自己的健康 也都叫好家人 那么您的学生也都渐渐慷慨 在日子里面 也许我们不会有 不同的疫情 但是为了未来做更好的准备 也许线上教学这个是一个 环境是一个最坏的时机 但是对教学来讲 也许这是另外一个 让我们教学方法 教学内涵提升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时机 好 那稍后一下我就把这个画面 转到PPT来 来给各位做这个分享 报告 先从 好 那 像各位老师报告 我就用这一个 CPC来做说明 好像有点卡住了 我再做一次 在使用线上的这些 非常平台工具的时候 难免都会有一些 特费的状况 这个也请老师们 多多见谅 今天的这个研讨会 是由全程文化 跟特国国际 共同来煮饭 我们希望在这个 疫情的比较紧张的时间 老师们也许有需要 我们来做协助的部分 我们很乐意的 在以我们有限的能力 或者我们叫笨鸟先飞吧 我们早一些时间 我们就已经开始了 这是各样的 线上学习的部署 并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大概在十几年前 就不断地参与台湾 以及其他国家的 这些线上学习 一些发展 那坦白来讲 台湾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非常的不理想 因为 大家有的依靠的话 大概就比较难 往这边去发展 但是像美国或大陆的话 他们在线上学习 部分就发展得非常好了 所以我刚才提到 这是也许最坏的时机 也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那么这时候 老师们或者更多的支持教学的 这个相关的机构 包括教育部或者其他的机构等等之类 更愿意在线上学习上面来做投资 让我们不因为有任何的环境的影响而中断 那如同我刚才跟各位老师报告的 我在现场的设备 其实就是主要是以这个习近平电脑为止 那当然为了这个一些 了解这个更了解状况 我会用一些第三方的这个手机来做一个监控 来了解我的播出是不是跟我的接受的一个讯息 那另外就是各位老师可能没有看到的 就是在这个桌上有这个相关的软体 或者是一般我们的browser吧 浏览器或者是这些讲译内容等等之类的 会做准备 那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个小时 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呢 这个自己喝的风调啦 可音啦这些 也都做一些考虑 那当然因为是在家里嘛 可音状况也不会说很好 但是我想这个就是 没有办法完全要求远端 远距的这种线上教学 要跟现场一样这样的 有这个好的这个条件 那我们是在相对可以的状况下面怎么样进行 这个教学活动 那另外因为今天元素比较多 所以我有请同事呢 在我们也都是个人在自己的这个家里或办公室里面 那从远端的来协助今天的这个课程的进行 今天这个研究 一方面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在运用这些教学平台来进行课程 那另外一方面 各位老师也可以这个这期的证明 还有如果各位会后要练习操作的话 那我们也无人或识人这样一个小范围里面 大家我们就直接在线上进行操作 我刚才说的这些操作平台其实学问都不大 只是操作的熟悉程度 以及跟自己的这个专页跟自己的讲课内容怎么样去配合 这个需要有一小小段的时间去适应去调试 那这是我现场的状况 那我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肖世贵 是特朗国际的总经理 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大概有20年的时间 我也在很多诸位学习方面 那跟台湾的机构 比如像资设会 或者台湾的很多的大学 有过很多的合作 那也跟大陆的一些单位 有一些合作的关系 虽然我们已经做了快20年了 可是从来讲 可能成效还是非常的有限 但是我们并不停留 大家都相信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就是它什么时间会是一个 所谓叫紧喷或爆发 或者是大量的变成一个趋势应用 那也许最近就是 或者还要再等 是不清楚 不过我们就持续的想办法 把这个利用这种各式各样的 internet或者所谓的新的技术 来协助 整个我们的教学能够更好 那今天 大概以这个分享来讲 就这五个部分 每个部分我们可能会做一些 很简单的介绍 那同时在会后 如果老师需要这个练习的话 我们也希望待会 您就在这个 聊天的这个篮框内 用文术跟我们的其他的同仁 包括前程的文化的同仁 来进行联系 那我们来安排 大家会后有更多的练习的时间 那有需要发给证书的 我们也请前程的同事来帮忙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在日后 有需要短时间的运用 这种Zoom的这个教学的话 包括免费提供给各位老师 平台练习 或者要在上面找 我们的同事帮忙 或者还有其他的 天上教学的活动 这些我想都开放 个别的老师 我们特别来配合您的训练 我们的经验也很有限 我们的服务能量也很有限 但是我们的诚意是无限的 我们希望尽最大可能 虽然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的力量 我们尽最大可能 来帮助师们能够很快的 很顺利的 把这个线上 从这个线下的教学 一部分的移转到线上的教学来 可是在之前也必须要讲一下 就是这个文章的全文 各位老师可以去到关键评论 就前两天的这个信息 那这个作者有很多的事情 总结起来就是这个叫七道阴影 那我相信各位老师更是感同身受 作者只是看这个情形 各位老师是身处在这个环境里面 一定知道这样的一个困难 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了解了这个Zoom怎么用 或者了解了这个Tim怎么用 然后就会变得很好 这些技术我们在十几二十年前都已经会了 但是今天都一直弄不好 一定有它很多很多的原因 那这个作者的感慨了 在华人的文化里 因为有着保守害怕改变的老师 就会交出害怕的一群 那特别台湾这边最麻烦 我们的学生是世界最害怕失败的 这当然这是人家客观的调查了 大家可以说我不相信 我不认为 大家可以提出这一千个理由 说这个调查不公寓 不过它就是反映了一部分的事实 就是台湾过去的一二十年来 由于整个的社会的氛围 政治的氛围 都要求每一个人要做完人 一点都不准犯错 你一犯错的话就该天出地面 那么湘民就把 然后大家独打一顿 然后大家装着都没有事的样子 然后台湾就好像变成全世界最优秀的 但是是这样子吗 我们有没有真的认真面对我们的困境 来做一定程度的提升跟改变 或者我们只是比如说 大家以前开始电子商务的时候 大家说电子商务危险 这个人家会骗钱 这个都是卖假货了等等之类的 现在很少 在台湾很少人不用电子商务 不管您是叫外卖 还是去当购物还是买虚 那更早以前用无线通信 有线通信的时候 甚至在我年纪比较大 我六十几岁的人了 在我们小时候有人写邮件 就可以骗钱 骗色 骗什么东西 所以通信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永远这些都存在了很多的危险 但是我们怎么样减少这些的负面的事情 更宽广的路去 这个是希望各位老师 当已经开始在使用线上教学的时候 其实会出一大堆的问题 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些问题 这个才是重要 而不是说有问题就骂人家说 哎呀 就是你不行 就是东西设备没给我弄好 就是资源不够 就是学校配合不行 所有学生不懒惰等等之类 这些可能无助于我们把状况变得更好 那所以首先就介绍这种直播教学的 所谓实物操作了 因为我说今天我们人数比较多一点 没有办法让老师们分别的上来练习一下或操作一下 那不过待会儿我会把那个网址给各位老师 所以其实有关于操作的基本的步骤 那个网上那个YouTube都有很多的教学的影片 那很多学校其实也都把这些基础的应用的这些 怎么讲指导吧指引吧 都放在学校的各式各样的平台上面 那不管您在校内或者到校外都很容易取得这个支援 重要是大家愿不愿意去用这个东西 那直播教学里面最简单的三件事情 我们需要一个教室 那各位老师还有学生 各位如果您的荧幕看得很清楚的话 那个学生都在睡觉 那用远端的我们担心学生在远端都在睡觉 只是把手机开着都没有在宾课 现场非常不是如此 今天从这个最好的学校到大家认为最不怎么样的学校 其实这是非常普遍的 老师上面讲课下面睡成一片 那更多是就不来了 或者有一大堆的理由 抱怨老师抱怨学校 抱怨教材 抱怨等就不来了 那我想这都一样 老师不跨出一步 学生不跨出一步 那我们大家永远就站在那个地方 把信心更深或者更好的发展 那在这个 老师要先把那个 那个 我们在应用这种所谓的线上教学 特别是这种好像有点像线上直播的方式 那像我们的同事了 都比较不愿意露脸 我们大 我们都是声忧 我们宁可在声音上面多讲究一点 或者在画面上多讲究一点 但是直接用摄影机来面对的话 通常我们表现的都不是很理想 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老师 共同的苦恼 平常讲课非常的精彩 口沫横飞 这个生龙火虎 但是一旦这个Chama照到时候 特别是闪光灯 美光灯打亮的时候 一下子人下来了 所以这个出镜 这个人脸 这个露脸这样子来讲课 其实是对大部分人来讲是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现在都退而求其次 希望是用声音为主 那画面 尽量是以这个所谓桌面分享 就如同各位老师在用书位讲桌一样 就把桌面资料投给观众 投给学生 那在这种应用的场景里面 我刚才讲了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camera直接照着脸 这个很辛苦的话 那我们可以多多利用其他的方式 来补足这个露脸 露脸还要化 女老师可能还要化妆一下 男老师还要很多要讲究的 这个都很麻烦 在大陆应用的很普遍 甚至最大的 他们称为叫知识付费 不是只有看免费的 线上学习并不是免费 线上学习有些在大陆是非常贵的 那这些他们也并不一定是用 这个真人露脸的方式 他们可能透过这个声音的方式 甚至有一些的这个定期的这个活动 他们可以找专业的播音员 来播出老师的讲稿 那么老师等等之类都有 那所以在这种场景的应用上面 并不是说哪一种就一定是对的 哪一种是好的 更多的是适合我们自己 在做这个教学的时候 用哪一种方式最好 那这边当然有举例了 比如说一对一的 一对多的 那大家可以利用这个 广播的方式 就像这个新闻主播一样 就一直往下面 那是一种方式 也可以利用现在电视新闻很多的 可以邀请这个什么香港连线 美国连线 那么记者 八方通话 那现在在这个 各式各样的 所以 这种教学平台或会议平台上面 都允许到十几方 二十方都可以进来 也就是说一个小班的课程 这样有些老师可能有在 在说硕班博班的 那就大概就是几个人到十几 二十个人是最普遍的 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来露脸来讲话 或者要求积极的参与 这个都是看怎么样去运用 有很多的方法 那在这里面 我想虽然这些最基本 不过还是很简单的给大家 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运用这些功能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刚刚讲说 面对面的视讯 那各位老师可以在Zoom 或其他上面都看到 很多白板的功能都很普遍 那不是最容易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就如同的数位讲说 那各位老师在这个您 如果是您主持课程的话 那现在各式各样的软体 都有提供这种教学 那尤其中小学 他讲说补救教学吧 全是因为学生生病了 没有到课 所以老师把那个录下来 以后叫学生回家自己去看 那现在可能照过来 现在我们在线上进行直播 或者是线上进行这个交流的 一样都可以录下来 今天比如说这个时间点 可能有很多老师 也并不见得方便 那他可以事后的 去看这些录影的部分 那其实我觉得 整个线上教学的成功 最重要还是取决于 这个老师跟学生之间的热情 那要去挑剔这种各式各样的毛病 那都非常的多 但是 如果大家都相信 大家都愿意 透过这样方式来进行教学 那么 刚才讲的这些困难 都变成不是那么的困难 那另外 远端的控制键盘跟滑鼠 这个就好像远端服务 我们公司 过去十几年来 我们对于东南亚国家 或者中国大陆 我们从来也没有去过新疆蒙古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种远端的方法 就如同直接到现场一样去帮客户安装 排除困难 所以不只有教学 甚至操作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些数位学习的这些平台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那有些老师可能是在教这种必须要动手做的 比如说摄影的课程 比如说电脑操作的课程 其实用这些反而比在教室里面更好用 因为在教室里面老师要demo一个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学生会看不清楚或者不专心 老师可以等于是跑到他的面前 针对他的问题来做协助 或者学生有问题 可以把他的问题直接po在老师的电脑桌面前 荧幕上 让老师看得有更多的时间讲得更明白 这些都是我们在应用这个线上教学的这些工具的时候 他主要的功能 那第二部分向各位老师报告的是 我们在过去十多年来在 判的这些应用的案例 那我只是挑其中几个部分 来向各位老师报告 那当然那个时候 十几年前并没有Zoom这样的产品 这样的平台 但是从有电子商务开始 各式各样的线上协助 线上广播 线上推销 等等的这些方式 这些工具 或者这些平台都已经很久了 就讲线上学习吧 至少在台湾教育部大肆 投入了大量金钱 也是在十六七年前就已经一直在投资这方面 只是也许整个环境还没有起来 整个大家的心理建设 英文讲readiness 大家还没有心理准备好 物理上 准备好 所以一直没有成功的在台湾开展起来 但是 其实这样的一个应用方式 过去十几年来在海峡两岸有非常多的老师跟学生都在参与了 那当然这是一个逐步进化 逐步优化 逐步改善的过程 那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针对老师报告一下 那在这里面 譬如说我们最初是处理这种 所谓大赛 也许有一部分商管的老师 比较了解我们的公司 或者前程文化 我们都是以商管学校 商管科系为主要的服务对象的公司 我们的产品也主要是服务大学或者中学生 那在商管方面的学习 那我们每一年 过去四年 今年是第五年 我们每一年都在海峡两岸 这个前程文化和德国国际 我们两家公司 在两岸 鼓励很多的老师们学生 参加我们的线上的比赛 那最后 这个 每年的五月 那会到台湾来进行一个总决赛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一方面是利用比赛 来引起大家的兴趣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老师们也利用这样的比赛 来进行对学生定名教学 这个每次参加活动的 每一年参加活动 大概都超过一万名学生以上 那老师可能也有上千位老师 那 它分属于不同的活动 每一个活动呢 一个小组的话 大概都有一两千位在参加 那在台湾可能没有这么多了 台湾每次都是几百人参加 那大陆也有人多吧 都几百人参加 那我们就利用 它的一个通讯软体 我想叫QQ 各位老师大概也都有在使用 或者一定听说过 这样的一个 腾讯的它的一个产品 QQ 那么在进行对学生的 一个是教学 因为他要参加这个比赛 我们不可能去对一两千人 或者是一两万人去做说明 我们一定是在线上来做说明 那老师有问题 学生有问题 我们就在 做交流 这个活动 参加 积极参加的 老师或学生 学生大概要 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会经常挂在这个图子上面 来进行各式各样的交流活动 那参与很多年的老师 现在可能参与 两边老师参与比较多的 都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 那老师人数可能相对比较少 大概就是这个几百多位老师 同时也在线上 当然也不是这么积极 大家比如说 这个群有五百人 大家就五百人都在这上面 倒并不是这样子 比例来讲 我们用QQ在做交流 QQ它有一样 跟Room类似的这样的功能 第一个 它很像Line的功能 大家有事没事 可以在上面做 这个打打批 或者是询问问题 或者做一些的 这个比较深入的教学的活动 那各位老师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QQ的 群组的一个简单的画面 那在这个 群里面有 我们把老师跟学生分担来看待 那老师有老师关心的话题 同学有同学关心的话题 那在这个话题里面 我们可以分做不同的群组 比如说 老师这 大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 大概就是 200多位老师 那前几天在线的时候 大概有37位 大家还正在进行 那我们的同事 还有一起合作的这个伙伴 那大家就利用这个 交流的这个群来进行 虽然它可能分布在全中国 不晓得多少的省份里面 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这个群 白天也可以沟通 晚上也可以沟通 那就是说有方便的时间 都可以进行来这个交流 那学生的部分就比较多了 学生部分各位老师可以看到 因为它有一点点特别在1000多位的学生 同时有300多人同事在线 也就是说 那待会我会请我们的另外那个同事 那这边有看到一个叫 陈大大的这位同事 陈大大的这位同事 那他经常在线上都对 一两三千位同学 在做这个教学 或者是在沟通 那他在这个群里面 当然两边都有参加 对于这个线上有任何的问题 很多时候 他一个人就可以面对1000多位同学 或者几百位老师 同时在做 当然这也是要相当多的经验 不过 不管是QQ 或者现在我们用的Room 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免费的 如果规模不是很大 或者用的这个功能 那么对于我们大家来讲 都是一个最容易的交流的方式 特别是现在我拆LINE不久 他可能也会看到这个机会 他也会来做一些 像我们一样的这个服务 那因为据说大陆 他们QQ啊微信是很普遍的 就像我们这边用LINE一样 大家每天都在用 相当大的长的时间 在上面沟通事情 那在这个QQ上面 或者是将来LINE上面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一方面大家可以天南地北的 聊天 另外一方面有正经事 比如说学习的事情 交考卷的事情 或者是大家要进行什么交流的话 都可以利用一些公告的方式 或者特别的 个别的交流的方式 来做这样的交流 那也像各位老师报告 过去的四五年的时间 这样子每年我们可以招呼 至少超过一万人以上 在这上面 因为他们的时间都要半年一年的时间 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无聊 或者是一个很简单的沟通 他作为老师用的一本教科书 一学期要交完的材料 大家想办法 因为这么多的人不可能花太高的代价去做 大家一定想办法在这个一个学期里面 就利用一个通讯软件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另外一个我向各位老师报告的是 就是我们同时也在做企业的培训 比如说台湾的这些像铜海 像金人宝等等之类的公司 我们以往也都有给他们做企业的培训 但是那就是像小班开课 一天或两天的课程就十几二十位 在大陆上我们也对一些公司 也进行这样的服务 在这个之前 大家听到线上学习 也都觉得这个东西是为时尚早 而且不可控的因素太多 但是这几个月 我们就接到非常多的需求 从大陆那边过来的 他们要虽然现在疫情还是很紧张 但是培训的事情 人才培养的事情都能中断 所以现在他们就纷纷开始了 这种线上的培训的课程 那我们和那边的培训的顾问 来做这种线上的教学 那譬如说是怎么样 这边顺便提到 就是前几个礼拜 我们的同事也对于这个四川福州 还有台湾的老师和同学 但人数都不多 大概加起来一百多个人而已 那每天的晚上的这个7点到9点 那一样大家就是线上的上课 那用的平台也很简单 就是刚才讲的QQ的方式 那这里面包括要交付的文件 还有大家要谈一些比较更细腻的报表数据 因为我们都是交商馆类的 很多的报表 财务报表 业务报表 还有等等的数据的 这些反而是用这样的方式 大家看得更清楚 或者在教室里面投影机打上去 一个几十个数字或几百个数字 打投影机打上去根本就看不见了 但是在电脑上面 这个上面反而变得更清楚 这是教学上面反而有比较优点的部分 那回来讲刚才的这个培训顾问的部分 我们的做法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上海这家培训顾问公司 那当然也是台湾的老板 那所以我们有长期的合作的关系 那就像所有的这种数位教学一样 我们很难期待一次的课 一天的课程就让大家觉得收获满满 就让大家觉得效果超级好 这个之前大家在讨论线上学习的时候 说一般人的注意力 大概就是八分钟 不管什么再精彩的事情 如果是教学的话 八分钟之后 那个学生的心情 神 这个神游去吧 那比较厉害的人 能够坚持个数分钟 可是我们今天到现在已经四分钟了 那大部分老师都还坚持在这个地方 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要讲说这是比较特殊的状况 各位老师可能怀着非常强烈的 求知的这个 或者想了解的这个意愿 你才可能待了这么久 一般如果不是特别的要求 或者不是特别大的压力 包括公司或者学校都一样 如果不是考试 不是成绩 不是公司说你不接受这个培训 你通不过这个培训 你就不能升级 你就不是这些外在的力量 纯粹是因为他自主学习 非常有高的意愿 我坦率来讲 接近不可能 没有这种 我们弄了这么久 也没看到有谁真的 就是说 可能连10%都不到吧 那个前几年 这个摩克斯很热 全球更很热 最多的玩客率 也就百分之十几 大部分的玩客率 甚至1% 2%都不到 这个 这个 浩尔 这个 这个 学习这 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台湾话说 那 学习本身并不是那么愉快 虽然我们希望把它尽量 弄得顺利 愉快 但是并没有办法 那么一块 这个并没有办法像玩游戏那么让人家 他真的会门槛 这个难度高得非常多 所以以企业来讲的话 我们做现场培训第一个 首先是公司要支持 就是说公司一定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他的考核的标准 所以员工不管愿不愿意 他都必须要跟着来 第二个 我们有一个主轴 当然我们的主轴是一个类似像比赛 是类似像一个固定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标准在那边 那么每一天这个助教会在线上不断的问候 同时重复或者是发布新的信息 吸引大家的注意 那目前的话呢 就是四天的课程 就是大概真的参与的人 他可能要花八小时到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上面参与 就是真正在这个 这个课程下面 大概要花八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 但是虽然我们有这样的方法 又有发这个短讯的通知 又有互动 那甚至跟他的老板来做这个提醒等等之类的 但是要维持这个几十个人在线上很认真的学习 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 不过大体上玩课率倒是非常高 因为很重要就是因为有个外在的强制要求 就是他的公司来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大陆这部分的话 我们企业用的比较多的是微信的部分 那我自己在北商这边 就是台北商大学这边 这学期有一个这个研修的课程 那叫做这个铁金食物 那我就是利用Zoom 因为早在这个教育部和宣传部之前 我在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学生讲了 这学期我们就是用Zoom来做为提要的上课的方式 那搭配的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教育部 各位老师可能不是这么熟悉的这一个平台 这个第三方平台就像这种电商一样 它这个是不属于任何一家独立的公司 每一个老师自己可以去读课 或者每个学校每个教学单位自己去读课 自己拥有自己的平台 那我就是把相关的这个课程 或者是相关的教学的 譬如说我们称为叫先辈知识 你要上这个课你哪些需要先知道 如果不知道赶快去稍微的 课前预计一下 那么课后可以考试一下 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辅助这个整个课程的进行 因为我觉得个人 这完全是个人的这个心得 就是说你只是用这种直播 或者是直接在线上直接上课的方式 其实不容易完成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课程 就是说各位老师在学校教课程 都需要18周的时间 那中间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不同的活动 那大体上十几个礼拜 才能把一门课大概给学生交代的清楚 那学生大概也才能够理解或学习到 我们的这个原定的设定的目标 那这个事情可能不是在 Zoom这样的平台上可以完成的 它有很多 也有自己学校也有好多各式各样的平台 那Teach Boss 我们待会儿可以给你老师介绍一下 那这样是一个完整的课程 或者微信 我们把台湾老师的课程也放在微信上面 那一样可以对大陆的 它很方便 它都不需要进别的软件 它就是直接在微信上面 就直接可以进行沟通 直播 也进行这种课程的这个教学都可以进行 那这是我在北上 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在五六周的时间 还很短的时间 那预期就是在这个 接下去的几个礼拜 他们就一直到学期末 不管学校它是不是要求老师要全部弄线上的 那我们都是以线上为主 不过有趣的是 因为就算学生它也并不是 虽然操作系统非常的容易 它并不是这么快的就进入状况 所以在课程开始的 因为前两周都是选课嘛 那选课的时间 我就让学生在现场 人在现场叫做现场 就把room打开 那我讲课或者我邀请了 还有其他的老师来讲课 就用room像远方来讲课 让学生好像有个过渡一样 有一半的实体和一半的 然后在上个礼拜五上课的时候 有现场只剩37个学生 现场只剩两个学生 那远端有35个学生 那有没有认真听讲我也不敢说 但是点名的时候一定都点得到 因为我们都用line点名 基本上学生没有办法 带别人去点名 带别人去签字 所以我在喊点名的时候 给大家 从二十分钟时间 学生立刻都来报道 那就很容易的就说 至少他对这个课程 有一定的注意力 比他完全不来上课 那又抢太多了 好 那接下去呢 我想请我的这个同事 刚才讲我们陈大大 每一年大概都要招呼上万的 这个同学呢 在这个线上来学习 就是各样的这个知识 那陈大大 喂 那陈大大就换你来开始讲 下一部分了 跟老师们分享一下 这种互动教学的这些经验 好 那我先把画面切成我的 不过他要讲重点了 各位老师午安 我姓陈 我的大名是陈中玉 但是我平常 其实比较常用的是陈大大 这样的江湖名号 然后现在呢 我想先确认一下 请各位老师 你们可以打开 你们的Zoom 然后他会有一个聊天的功能 他会有一个聊天的功能 然后呢 如果各位老师 您是用电脑的 您是用电脑的在聊天 那里 你输入一个1 然后如果您是用手机的 输入一个2 把它发出来好吗 大部分是电脑 大部分是用电脑 电脑1 手机2 OK 都有 但是大部分电脑 看起来比较多 OK 好 那 现在我的画面呢 现在我的画面在这个 在这个右上角这一边 有把各位老师聊天的 视窗放在这边 如果老师看得到的话 打一个3给我 好不好 就是我的画面上 我的画面上的 我只要各位老师的 在聊天视窗的时候 肯定看得到嘛 但是在我的画面上 你们应该也是看得到 对不对 好 那 这样子都准备OK之后呢 我就来说明一下 就是说 我们真正其实在 即时的在线上互动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 需要先理解些什么事情 尤其是互动的经验 也只是互动的经验 这样子 好 那 要谈这个互动经验 我想先从 为什么需要互动开始讲 为什么要从需要互动开始讲 那因为其实我个人 我个人的个性 也不是那种很外放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在线上做的 其实比我在线上做的 会好一些 那主要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可能各位老师 现在刚开始要接触线上的心理 会有很多的不确定 因为以前可能不常做 然后你们可能会 比较 比较害怕 就是刚才有提到 我们小总有提到 就是说 我们其实都比较 太过害怕失败 那 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是觉得 在线上做直播 是 你应该是我们最舒服的方式 就是因为第一个 像我现在没开这个视讯 所以我不用做太多的 这个仪容上的准备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刚才小总也有给大家看 他是用一台 Notebook加上一台主要的 萤幕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把 准备的东西放在旁边 然后在这个 投影给大家的 或者分享给大家的 在屏幕上 放上主要的内容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平常在教室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台投影机 对不对 然后老师准备 要准备的资料跟各种的东西 你都要先准备好 那你如果临时现场去改的话 那就大家都在下面盯着你看 但是今天 比如说我在家里 我有两个荧幕 我一边其实 我可能一边讲 一边发现 哪里好像有什么问题 我就另外一边 就是开始在改了 所以其实 有这个机会 大家可以慢慢做在线 可能应该会有一些 新的新的出来 一开始一定是 会因为陌生 而有点害怕 但是做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在线上的 在线上坐 是有很多可以让你更舒适的 对 但是线上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缺点 是一开始老师刚走进 做线上直播 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看不到 学生的眼睛 对不对 因为我们 最近有很多的 线上的一些研讨会 我们也会找一些老师来做 或者是说 我们以前在做 线上的课程的时候 也会去找老师来录 刚才前面校长也讲过 就是说 其实 老师在学校上课 面对很多很多 台下的学生的时候 已经很熟了 但是今天台下的学生 全部消失了 换成一台摄影机的时候 反而不知道怎么办的 而且会 就是很尴尬 不知道该怎么摆 手摆哪里 可能都开始 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了 这样子 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但是 老师其实不用 想太多 一开始 我就会建议各位老师 不急着开摄像头 不急着开摄影机 然后我们要练习的 其实是互动的方式 因为 互动 有互动才会帮你增加信心 而且有互动才会有 即时在线直播的意义 因为我们如果要把这个课程 如果假设我们去掉互动的环节 假设把互动的部分全部拿掉 然后要做到最好的 其实就是直接录制之后 然后放到网路上 你什么时候要去看水便你 你什么时候要去看水便你 这个就是不互动 然后你可以坐上去 那可能以后大家在下面留言 这是一种 那这个也可能是过去 大部分就是路播 用路播这样子的方式 来做线上学习的 但是线上直播的话 他就会很强调互动 因为线上直播 他的本质 其实就是来的人 希望他是可以参与其中的 他是可以参与其中 当然啦 我们今天因为是在学校 是因为透过学校的一些 比如说对学生的要求 所以学生不得已 他必须上来看 那所以这个可能 本质上还有一点点差异 但是至少我们直播 其实他的重点 一定会放在互动这个环节 因为有互动才有这个直播的必要 就是有互动才有直播的必要 不然就是我录了 放在网路上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互动就会变成是直播的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怎么去互动 我可以给老师做一些建议 我第一个要提的是 比如说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 像今天各位老师 登进这个会议室的时候 对不对 各位老师会看到 我们现在可以 我们在那个上面 我们有一个与会者 对不对 就是一样是那个功能权 但有一个与会者可以点开 现在有77个人 现在有77位老师 就包含我们的同事 然后一共有77位 然后老师可以把它打开来 看一下就是会发现有些老师 会把自己的大名 直接改上来 然后有些老师会用他的英文名字 有些是用Mail 然后有些是符号 好 这个是符号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所以其实如果老师希望说 你能做一个好的互动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从登入名称 就可以开始去跟参与直播的人 做一些沟通 那并不是说 所有人一定要用真实的姓名 而是要考虑的是说 我今天的上课的内容 需不需要真实的姓名 因为学生他们大部分上 这个在网路上 比如说注册一个账号 或者玩一个游戏 总是要取一个名字 这个参加一个线上课程 或者一个线上会议 他一样会 有没有 老师 各位老师在进来的时候 他一样让你输入自己的名字 对不对 那有些人会用网名 比如说他玩游戏习惯叫什么 他就会用那个 然后有些学生 他可能就会用自己的英文名字 那用真实姓名的还是少数 还属于少数 就是如果未来老师有机会去做的话 可以试试看 那我一般其实不太会直接在一开始 就要求他们要用自己真实的名字 因为刚才有提到 台湾的学生其实很怕答错 或者是没有回答好 因为我在两岸都有在做 都有在做这一种线上的直播 我会发现 其实大陆的学生的互动是比较强的 因为他们比较不怕答错 对 就是你问他什么 他就会想答答看 他就会想答答看 但是台湾的学生很多是他知道答案 但是他又不是这么确定他不敢答 尤其是不敢当第一个答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让他在他的名称上 可以有一点隐藏自己 那他可能就会更愿意跟你有一些互动 当然这个是说我们今天的课程是不需要 比如说如果老师是今天 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是要点名好了 那我当然希望大家直接 最好在那个名字上面 再加上学号什么的 那可能是一个你比较容易做的方式 那但是如果没有特别要求的 没有特别要求的 其实可以开放他们用更活泼的名字 就是让他觉得他参与的时候是更舒适的 这个是我多年来的经验 就是学生一定有很多学生 他是习惯性的 习惯性的用网民来跟你互动 那你今天让他打上真实姓名之后 他就不好意思说任何话做任何事了 那像刚才我这边简单的 请老师call 1,2,3 这种就是我要讲到的第二点 就是在网路上其实 因为我们直播的节奏 通常他没有办法 留很大片的空白 给参与者去做发挥 所以 因为他们发挥 不像在学校 在学校在班级上的时候 可能老师问一个问题 他有想法 或者是他有问题 他可以很快速的直接用说的来回答 他们大部分要透过打字的方式 透过打字的方式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问题 那我可能打这个字 打字的过程可能还要选字 不小心打错字改一下 或者有些人甚至会去斟酌他的句子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老师 在一开始的时候的互动 尽量是用很简单的 比如说我刚才问各位老师 就是说这个 看不看得到 或者是说是用手机的扣1 然后用电脑的扣1 用手机的扣2 用选择题的方式 去跟他们先做最初的交流 这个他比较容易跟上 比较容易跟上 而且二选1 二选1会比他自己去想 然后去打那个 去组织那个语言 去打那个句子还要来得容易 所以这种简单的回应方式 是很常被用在各种直播里面 那甚至有一些直播平台 它里面就会内建 让你可以做选择题的 比如说 刚才有提到的是 那个大陆的那边 那个软体叫QQ 对不对 它其实随时可以发起投票 那除了QQ以外 其实大陆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直播的平台 或者是台湾这边 有很多很多的直播平台 就是我说的是 比较大众化的 比较偏娱乐型的那种平台 它也都积极在开发互动的形式 互动的形式有很多 像右手边这个呢 这个就是聊天嘛 因为我们Zoom属于 它的定位比较像是 线上的会议 也就是说它一次可能是几百人 就已经很多了 但是 线上的那种直播平台 它 就是如果你一个比较 热门的主播 可能同时在线的是 几千人几万人的 那所以他们会去设计 很多的这种 互动的界面 那我其实有很多是借鉴 他们设计的这些界面来的 比如说输入123 这个可能看起来很简单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有很多老师在一开始 他不会用这个方式去问 他就习惯问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是一片空白就结束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换成说 其实老师你可以想一个问题 你可以想A问题跟B问题 两个问题 你们对哪一个方面比较有问题 可以把这个互动继续展开下去 那这个是简单回应的方式 那所以我后面最后一个 为什么会说 学习娱乐主播的术语 这个其实不一定只是术语 就是有很多就是 老师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Twitch 比如说YouTube 这样子好了 我顺便跟老师 我顺便问一下各位老师 就是说你有在看任何形式的直播 比如说有些直播卖东西的 有些直播就是讲故事的 有些直播玩游戏的 有些直播唱歌的 有些直播跳舞的 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直播平台里面 老师有看任何一种直播的 可以给我回应一个1吗 有吗 有吗 对不对 0 好 有一位老师说0 好 现在就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了 现在就发生一件很有事情 就是我刚才只问了说 有看的老师可以回复一个1吗 但是有老师是coding 对不对 就是说 当我们开始有一些互动之后 有些老师也会开始不敢寂寞 就是我其实没有说 我没有说 没有看到没有在看的coding 但是有老师主动coding 其实在直播的过程里面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是慢慢的去建立一些互动 当你开始跟他们有互动之后 有时候他们就会主动给你一些回应 他们就会主动给你一些回应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只问 有在看的call 1 而且老师现在都会call in 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在网路上的互动 就是他没有他就会call in 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是因为对这样有理解 所以会call in还是怎样 但是就是说 其实一个简单的互动 就是这样子开始慢慢进行下去 每一个在线的主播 其实他也是慢慢去积累 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的互动 明天做一个简单的互动 渐渐的会加深我们之间的 这个叫做什么 也叫做情感吧 所以互动在直播里面是绝对绝对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其实真的直播 它是没有存在的必要 对因为我录起来放网路上 大家一样可以看 所以互动这个环节 永远都是直播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有了简单的回应方式之后 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去考虑到 尝试一对一的对话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 我们上面有一个叫登入名称格式的要求 我这边会谈到说 有时候不一定要真实的名称 对因为真实的名称有时候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课堂上 我们会点几号同学 某某某来回答问题 大部分被点到的同学 都不算太开心 我说大部分 当然少部分他会主动 他比较主动的同学 他可能愿意回答问题 但是大部分被点到的都觉得自己很衰 为什么是点到我 对不对 我想这个应该 各位老师也都有这个经验 但是呢 今天如果他是隐藏的话 因为刚才提到他会觉得自己衰 是因为其实就是他怕犯错 他怕不小心讲错了 旁边的人会笑他 而且他在教室里面 他站起来回答问题 就是其他的人都看着 所以他很怕犯错 但是今天如果 他在你的直播间里面 他只是一个网民 他今天在上面回答了什么 其实其他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 其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 所以在直播的过程中 老师就可以更多的去跟他们做一对一的互动 尤其是挑 他只要 名字不是本名的 名字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那当然 我觉得这个我们 各位老师今天来参与这个 后面有几种情况可能发生 一种是 这个班级所有来修课的学生 就真的 你们从头到尾都没见过面 因为像我在对大陆那边上课的时候 就是 我大概百分之九十的学生 我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面 但是呢 我上完一个学期的课之后 他们可能 还是跟我可以保持很良好的关系 甚至找我去跟他们玩游戏 干嘛的 那 这个就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是 老师现在已经在学校上课 以后这个班级 可能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或什么 我们就是不到学校上课的 而是搬到线上去上 那搬到线上去上之后 我就会建议老师 一对一的这种对话 或者互动 就可以从本来班上 本来班上 就比较热衷于回答问题 或者跟老师互动的人开始 那如果是 刚才讲的第一种情况 就是我这个课的开始 就是完全在线上展开的 那我就会建议老师 你可以挑有趣的 就是网名比较有趣的 你可以 试着跟他开开玩笑 因为他等于说 他不是用他真实的姓名 所以他也会比较愿意跟你互动 那那前提是 他如果有在电脑前来 没在电脑前大 就没办法 好 那最后一个 其实要提的就是 学习娱乐主播的术语 这个 因为其实 学生跟老师之间 有一个最大的隔阂 就是 有时候 学生说的话 跟老师说的话 有一定的距离 像我现在 跟老师说的时候 我问老师说 简单的回应方式 会用1 2 0 这些来做 这个是因为 我们现在是 这个线上会议 用这样子做 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你打一个0 打一个1 很简单 但是 如果老师有在看直播 就会知道 其实主流是 666 777 对不对? 然后问你是不是的时候 他们一般会打4 就是12345的4 对不对? 所以这一些 以后如果 老师跟学生互动的话 我会建议 比如说 你用777 6664 这些东西 他们会更觉得 你跟他们的隔阂 是比较小的 因为他们在看直播的时候 就是打这些 那这些就是需要到 然后 这个各大平台 去看看这些 比较多人在看的 这些 主播们 他们平常会 用什么方式 跟他们底下的观众互动 跟他们底下的观众互动 那 所以 我其实 我做在线直播 当然我也会去看 当然 因为我自己也有玩游戏 什么的 所以我也会去关注一些 主播 看一看 也是从这中间 吸收了不少的经验 这样子 那就是 去学习 他们的讲话 不一定是讲话方式 而是说他们去经营这个互动 他们去经营这个互动的方式 可以有比较大的帮助 好 然后最后 我就回到这个 右上角 这个群聊 为什么这个群聊 我会把它放在这边 因为 现在 我刚才问 有些老师 他是用手机 有些老师 他是用电脑 对不对 电脑 可以单独的 把这个视窗开出来 这样子看 但是手机 其实 手机 没有这么多 画面的空间 可以让你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大部分的人 他是看着手机的 就是老师的画面而已 所以如果我们要 让他能知道别人在聊些什么 让他在别人在聊的内容中 或者是说 他更感受到说 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互动 那其实我就会建议 把聊天的内容 就放在某个角落 那大家 他自己发的讯息 他自己会看到在上面出现 然后另外就是别人发了什么讯息 他也可以马上看到 我相信 有很多老师 可能如果有在看 这个线上直播的 大部分他们的主播 都会在某一个角落 放一个就是 观众们聊天的内容 会放在那边 会放在那边 那因为 我们 直播的人 跟观众产生互动以外 其实观众跟观众之间 他们自己也会产生一些互动 所以我们也会尽量 建立一个 让大家 比较容易看到 到底现在 聊天室里在聊什么 聊天室里在聊什么 的这个画面 让大家 让大家 去 可以 有更多的互动产生 这样子 好 那 我今天主要分享的内容 是这些 然后 如果老师 后面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都可以再 跟我们发问 这样子 对 那 我就 先把时间 还给萧总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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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 我已经进行了大概一个小时四十 对不起 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左右了 很长的时间 那 这个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当然很希望让所有老师都能够参与这个实际的练习了 我觉得就是说 真的这个 各式各样的这种 直播平台或者数学平台并不是那么困难 但是最重要是实操 实际操作的话 可能 可能会有更多的帮助 那操作过程里面大家有问题 大家面对问题 来解决 那 今天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几十位老师同时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 如果有兴趣的老师 今天晚上是休息时间 或者明天休息时间 您愿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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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个 练习的话 可能也不能人多 就是每一次 大概好像开这个班车一样 每一班车大概就是 大家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动手去练习 那有问题 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彻底的 详细的大家的了解 以来解决 那 像这样子 如果各位老师有兴趣参加 那 因为今天 明天开始就有四天连续假期了 那也不想耽误各位老师的时间 如果各位老师有兴趣要去 体验一下的话 那么今天 点到九点 我们的 同仁 来协助您 在上面来做这个 实际的操演 直接操演 我们希望每一位参与的 在这个小组里面 每一位参与的老师 可以直接的 直接的来应用 那有问题有需要 我们可以个别的来解决 那如果各位老师有兴趣参加的话 您现在看那个群聊那个栏里面 有一个 今天晚上A厂的 4月1号 20点的这个报名的部分 原来在你Acubus的这个部分 那明天 明天也有一场 那么今天或明天的 各位老师 如果有需要的话 您就直接再报名 那最多可能每一场 只能接受十位老师 那这是我们 就是对于今天 没有办法让各位老师 还要开出第三场 好 如果有老师愿意参加的话 虽然是在假日当中 您辛苦 那我们的同事也是一样 就陪您辛苦 那在这个假日当中 也今天晚上或者明天 大概 我们就是每一场 希望大概就是五位 大家一起共同的来 实际的来操作 来练习一下 怎么样应用这个Zoom 来做这个教学的安排 和设计 好 那因为时间也比较长了 那我在这边就很简单的 再把一些 我们应该报告的内容 简单的给大家 走一遍 那所有的这些报告 已经在这个 各位的聊天室里面的 文件里面 我们自己 各位老师了 如果各位老师 没有拿到的话 也许会后的话 再给我们工作人要一下 因为怕这个讲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办法 这么清楚的讲到每一个点 那我们先把资料都放在这边 让各位老师来做一个参考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以Zoom来做这个举例来讲的话 那各位老师 我想你们的学习 不只有提供Zoom的平台 其他的平台都有了 如果单纯的只是上来看一下 就走了 像学生一样的话 短时间使用 其实也不需要去下载任何的APP 但是如果你要长时间做教学的话 可能老师自己要在 不管是电脑专手机专 可能要下载他的这个应用软体 那有关于这些的说明 那各位老师 一方面你可以从这个站面 直接连线过去看 或者你扫QR Code 或者我们已经把这个 整个的PPT的都放在您的这个 夹子里面了 那都可以去看 那这里面 也都其实都是学校的老师 或者学校的行政单位 为了 为了 老师们更清楚去了解 如何用在教学 那都有这些操作的说明 操作的说明 各位老师 也许你已经很熟悉了 但就不用理他 如果不熟悉的话 觉得 那个还是一个很好的 起步的一个说明影片 那另外 也跟各位老师报告 其实可用的平台非常多了 那像左方的Zoom 这个Microsoft Teams等等之类的 这个是比较 以线上会议 或者线上直播 为重点的这些的平台 那其实 Facebook YouTube Google的这些 各式各样的工具 都可以整合在您的教学的设计里面 因为 大概没有办法用单一的平台 来做好这些事情 但是 系统之间的串接 或平台的之间的 跳转的话 现在也都做了 还算可以了 那如果认真想教 认真想学的 我都不觉得那是有太大的 那都不太需要太大的技术 就是多做两遍就熟悉了 那还有 也要跟各位老师报告的 就是 在这两年 那个大陆有知识付费的部分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 这个内容 已经非常的丰富了 已经一定程度的 娱乐化大众化 有一个数字 各位老师可能也许听过 在2018年 中国大陆的电影市场 电影在中国大陆很大的市场 它大概一年500多亿人民币的 直接的销售额 但是在同一年 知识付费 大概有将近600亿 所以说 虽然我们说学习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其实 市场证明了 如果你的学习的内容够好 如果你的学习的方式够好 人们是愿意花笔 娱乐更多的代价去学 他是要学的部分 那 还有台湾过去也有很多 摩克师的这些经验 那 这些我们 待会儿 我可以在最后 把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 也很多老师已经整理了 很多的教学资料 所以很多也不需要 每一位老师去做 已经有很多现成的 尽可能我们利用别人的 现成的资料 做一个整合的运用 可能才是更 更示范功倍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学 那 在画面上还有很多大陆 这主要是大陆的 大陆比较多 提供各式各样的免费的教学 那他其实都是以这个 线上会议的这种 原始的这个出发点来做的 都把它用在教学 或者沟通上面 都是非常好的 各位老师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网络搜寻一下 那他对这个不同的应用 都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那坦白来讲 每一家都有他的特殊的优势 也有他一些比较麻烦 或者不好的地方 这两天 各位老师 也许有看到那个新闻 Zoom被攻击的很厉害 说他开放了不当的这个 个人的资料 所以 Zoom就把Facebook的一些的 就是怎么讲 他的APP 重新更新过以后 阻断了一些Facebook的 大家认为不好的这种 隐私的干扰 那还有就是 各位老师也可以尝试 我这边有写几个平台 那如果你不是用大量 或者是不是有很多的营业行为的话 这些都是免费的 那当然学校归校也有提供 自己的各式各样的平台 这些觉得 也不一定说一步到位 马上把什么事情都做好 但是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各式各样的平台 他们之间的优缺点 那最后就是 也给各位老师报告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参与的过程 使用的过程里面 以用Zoom来讲的话 我们也碰到一大堆的麻烦 一大堆的问题 但是Zoom是一个 简易 非常简易 门槛很低的 入门很 门槛很低的一个 应用平台 而且相对的 非常的稳定 那有很多其他 比如说WebEx 或者是大陆的天地 都更好 但是非常的复杂 那而且进入呢 要求的一大堆的设定 也都比较多 那Zoom是一个 我们看起来是 最容易或最容易之一的 一个平台 但是你还是会碰到 很多的困难 或者障碍 那很多时候都不是 什么大问题 像我们相信 这个 在用的东西 有一些小毛病 难免的 Facebook今天一天到晚 还在这个Update 它的这些 程式软体 但是 逐步的它会越来越好 那大部分都能够用 我相信我们作为老师 也都一定可以来用 那所以 这些 碰到的困难 也许如果 我的建议是 如果 有这个 同学 或者是同事的老师 大家要去 一起来往这个 线上学习 或研究教学来走的话 建议你们 就是在 各式各样的平台上面 要去找一个 共通的 大家都在用的 像是最好的 就好像Office的软件一样 PPT或 Excel Word 就是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发现问题了 也许自己找到答案 也许在网上问一下 那更多的时候 可能就问一下隔壁的同事 或自己的同学朋友问一下 这些问题都不大 很容易就可以 这个 克服掉了 或者是说 倒过来讲 我们在有限 或者是 经费 时间下面 我们尽可能 去把这个 这就是我们 今天 整体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报告 那 还是 这个非常抱歉说 如果 各位老师想要 再做一些 真正的实际上的 体验学习的话 可能我们就麻烦 各位老师 就是在旁边的这个 群聊里面 去选择一个 您觉得合适 那 我们再 陪您在线上 来做这样的一个演练 那今天 也差不多快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了 感谢各位老师 在这个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来听我们的报告 那我还是非常建议 鼓励各位老师 先走出卖出第一 那么 也许找同学同好 大家一起来做 这个课程 因为 单纯的 只是让 特别的老师 去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非常辛苦 而且 不容易受到效果的 那么如果有几位老师 大家有这个 共同的 也许大家教的科目不一样 但是 其实这些共同的平台 或使用方式 基本上都是可以 互相share 这个经验的 那 以上是我们 今天的所有的报告 那如果各位老师 有需要我们 这个 再去做个别的说明 或者不清楚的地方 或者需要我们 配合的地方 麻烦您在旁边的 这个群聊的地方 留下您的问题 或者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会跟您 继续保持联系 那 最后想问问各位老师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或者要求的话 可以就直接在这个信息上面 发给我们 我们知道以后 我们会想办法 来回答 或者处理 或者我在这边 就可以先来回答 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 是不是有什么 指教问题 在群聊这边 来发言 好 谢谢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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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做奔鸟先飞了 我们的经验不多 但是就把我们的经验 呈现给各位老师 那也希望老师 能够在这个将来的 或今后的这个数位学习 或者远程的学习 或者在一起 之后 能够很快的 把这个 在线的这个方式 能够做得出来 那 那 export的聊天室的资料 是可以的 好 那这个我们就 工作同仁 会帮您 来把这些资料 如果看是PPT的部分 或者是大家对话的部分 都可以 那 好 呃 我们会议先到这个地方 先结束 那但是 如果你有留言的话 不用客气 就直接在上面留言 我们同仁会在超后几分钟以后 才会关闭会议室 那今天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利林 那也欢迎给我们多多的指导 那也祝福各位老师身体健康 教学都非常的顺利 家人和您的学生都 谢谢各位老师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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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